接下來就做要計算的題目 這個就是台灣會出現的最複雜滑輪組 一個動滑輪一個定滑輪泡在水裡面 泡在水裡面多一件事要處理什麼事要處理 福利要處理 台灣會出現的最複雜滑輪就長這樣 他說右途所視體積200重量W 然後掛在裡面通通都不計 視力VF的時候400克的時候可以平衡 請問你密度多少 OK 來 如果用回到我最初的講法叫做 力的問題問自己三件事依誰受力 這玩意二受力 二受幾個力 有一個重量向下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拉力 這裡有一個拉力 所以有兩個拉力 還會受到一個浮力向上 然後合力是0因為平衡 所以向上力會等於向下力 然後這個F就是這樣拉過來的 F就是400 所以這邊有一個400 這邊有個400 所以合起來這邊有一個800 我等一下講解的時候 不太按照這樣的說法 但是意思一樣 只是式子移來移去而已 但基本上想法是一樣的 誰受力受哪些力合力是多少 還是可以這樣做的 然後我的講解的過程稍有不同 但是 差不多就這個意思 我式力400 就表示兩邊的繩子都往上拉400 所以合起來有一個上壓 往上拉力量就是800 400加400 800 那這個800 那這個800就是要抵抗我往下掉的力量 800要抵抗我往下掉的力量 那我往下掉什麼力量 就是我的重量往下掉 但是我有個浮力向上 把浮力要扣掉 所以 向下拉拉力就是 物重要減掉我的浮力 那問題是 重量怎麼算 物重的 重量就是質量嘛 大小一樣單位不一樣而已 所以 重量可以就是用體積乘密度來算 體積的密度是質量 那數字是跟重量一樣 我們就用體積乘密度 我就是要求密度嘛 我就是要求密度啊 然後呢 還有一個浮力要會算嗎 你還記得浮力怎麼算嗎 你還記得浮力怎麼算嗎 所謂的排開一體的體積嘛 意面下體積乘以一體 對不起 我剛剛講錯 排開一體的質量 排開一體的重量 是我的浮力 排開的意重是浮力 算法叫做 排開一體的體積乘以一體的密度 或者說意面下體積乘以一體的密度 所以排開一體乘以 它全部都排開嘛 200全部到水面水 全部都排開 所以就帶回去劣勢嘛 前面的低層200就是 體積乘密度算出來叫做 質量就是重量 後面呢 排開就200 稱一體密度是一水嘛 一叫做浮力 那等於就是往下拉的力量 要等於我往上貼量800 那後面就數學啦 疑疑答案就是5 就是我們的立體 OK嗎 好 下一題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完全一樣 重量W 拉力200 排開意重80 這話告訴我什麼事啊 排開意重80 一體的密度是 0.8 那請問你 物體密度多少 就把剛才的某一些劣勢 本來從已知變成未知數 未知數不一樣 其他偷偷一樣 那這樣會是密度多少呢 剛才是問物體密度 現在還是在問物體密度 但是已知條件稍有不同 我直接告訴你 排開意重是80 又告訴你 液體密度是0.8 那這又告訴我什麼事勒 然後就帶到 事裡面算一算弄一弄就出來了 來 我們先找大帥哥好了 大帥哥叫做 21號 王賞 你的答案 你要對我微笑嗎 有人告訴你答案多少 有人告訴你答案B 你後面那個大哥告訴你答案B嗎 好啦 B 跟剛才一樣 往下拉200 表示滑輪的 動滑輪這邊 兩根往上提 有提400 然後這個400 就是要抵抗我的 往下掉的力量 那往下掉的力量 就是重量要扣掉浮力 重量要扣掉浮力 所以要先會算重量 還要會算浮力 重量就是體積乘以密度 那浮力就是 意面下體積乘以 一體密度 排開一體 一體密度 或者 就是排開的意中 所以 他已經告訴我 排開意中 是80 就是80了 就不用動 但是 題目的 已知條件裡面沒有 物體的體積 你要把體積找到 那排開 意面下體積就是 全部體積乘以體密度的排開又等於浮力 所以 你就可以算出來 我的意面下體積 排開體體積 叫做100 這個100 就是意面下體積 也就是物體的體積了 然後再帶回去 前面要是體積乘密度 算是重量 後面要扣浮力 直接又用 80 要就是我的往下掉的力量 要等於我上體的力量 叫做400 然後後面就是數學 以一項 層層除一除 答案就叫做4.8 所以答案叫做C OK嗎 最後一題 這題的是 F不知道 F不知道 物體的體積知道 物體的密度知道 泡在水裡面知道 他要問的事情是你的F要多大 F要多大 劣勢跟剛才的劣勢 基本上相同 只是 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 現在要求的是F 一樣 這裡有個F 動滑輪 這邊就往上拉 2F 還有一個浮力向上 然後有個重量向下 這三個力量 對不起 四個力量加起來應該是零 OK 應該是零 或者就是說 往上拉那兩個力量 要等於他向下掉的力量 向下掉的力量就是 重量減掉 浮力 然後就劣勢 劣勢 跟剛才是一樣 停車戰界問 這樣多少 現在要換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九號 九號誰 你選豬 你要相信江大哥的話 好來就相信他吧 跟剛才一樣 施力F的時候 往上拉力量 是2F 2F是要對抗他向下掉的力量 那什麼力量向下掉的力量 就是我的重量扣掉我的浮力 重量扣掉我的浮力 是我往下掉的力量 好 重量怎麼算 就是體積乘密度 體積乘密度 那浮力怎麼算 浮力就是 排開液體的體積乘液體的密度 也就是液面下體積乘液體密度 他全部都在液面下 全部體積乘液體密度 然後我們就列次 100乘3 物體體積乘物體密度 出來是物體質量 也就是重量 100乘1 液面下體積100 乘以液體密度1算了就要浮力 然後2F會等於這樣 然後就數學 答案就要100 所以答案選豬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這是台灣會出現的最複雜滑輪組 一個動滑輪一個定滑輪 要使題目變得更麻煩 就把它泡在水裡面 你還要思考福利 就這樣做就可以了 想法就這樣想 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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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